飞机改有机的观念现在相当普遍 但在20年前要投入这样的产业需要很大的勇气 夏宜是一家有机豆制品工厂 创办人陈胜泉走得很前面 他在一开始创业时就选用飞机改豆 并采取日式工法来制作豆腐豆浆 更坚持不使用消泡剂 以人工捞泡 产品一步步走进各大有机通路 来看他是如何走出连续亏损6年的困境 后来再进一步生产有机豆腐和豆浆 成为全台前三大有机豆制品工厂 即使已经能够自动煮浆 破花 嘉义市的这家豆制品工厂 仍然维持着传统的手工low pop 因为我们不加消泡剂 所以我们就要多汇一层能力 来做一个消泡的动作 因为这个泡它会影响豆腐的口感 你如果不把它捞掉的话 你压制成型的时候 它还会造成你豆里面的一个空虚存在 宁愿用人力捞泡 也不愿跟消泡剂妥协 是陈胜泉一直以来所秉持的理念 这间工厂目前也是台湾前三大有机豆制品厂 来自美国或加拿大的有机黄豆 必须经过一夜的浸泡才能用来制作 一般我们都会保留 没有到全部挂掉完全 因为在煮浆过程当中 它还是会继续 这是美国 这是加拿大 加拿大就比较大 充分浸泡的黄豆经过研磨 才能进入煮浆程序 煮好的豆浆还要经过两段式过滤 这是螺旋式的煮压机 它是目前过滤豆浆 排水力算比较好的一个机器 还要再多一层的一个过滤 让豆浆可以更刮口更细致 接着再透过振动机 滤掉杂质 每个制成时间都必须精准掌控 才不会影响产品 因为控制的不好的话 那个会影响它的浓度 浓度它没有办法维持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 做豆腐就会产生豆腐的一个不完整性 每煮两口豆浆就要测量一次浓度 注重每个环节 陈胜泉从创业以来 就是这么做着每一块豆腐 每一瓶豆浆 其实他从小就跟豆制品结下不解之缘 五岁大就看着阿嬷每天半夜起床辛苦地做豆腐 那一幕的一个情景 我到现在依旧记忆犹新 也开启了我后来接触到豆腐行业 让我有一种自成见过 非常的熟悉 还没做豆腐前 原本陈胜泉在经营手提音响的生意 直到连锁家电卖场兴起 生意开始走下坡 当时他的弟弟先学了用日式工法做豆腐豆浆 结束掉音响事业后 他决定跟着弟弟一起做 日式的工法 我们接触的时候就已经懂得用那个锅炉 快锅的一个盐理来煮豆浆 我们的传统的豆腐的换售是一板一板 一板一板 日本他们就比较聪明了 他们会懂得会去降温会去包装 他们早就知道用冷面的方式 来维持豆制品的一个新鲜度 豆腐以冰镇锁住鲜度 再用手工一一装和 封口后还要仔细检查一番 封口他们都是要注意豆腐的完成性 不优的我们就把它淘汰掉 最后再进行低温杀菌 确保产品稳定性 我们会经过热 中心温度要确保有到85度 然后我们再经过产品 迅速地把它冷却 我们要把它降到20度 让产品补坏去整个通通补欠了 确保它的一线 创业初期 全神全先是在市场摆摊 采用日式工法制作的豆腐豆浆 也受到嘉义当地连锁超市的注意 邀请社会 后来更进驻台南的日系连锁百货公司 让它每天从早忙到晚 早上五六点就开始生产了 然后做到中午冰镇 然后就马上运到台南高雄的一个换售点 持续应该有七年八年优了 这个就是我一生事业当中 最艰困的一个时期 但在那个精英改造黄豆还很兴胜的年代 全神全跑得很前面 只用成本较高的飞机改豆来制作 消费者根本不买单 让他年龄亏损 差点要倒闭 前几年当年是很辛苦 多佩合大概有六门的时间 推广期间我们真的是长遍的一个心酸 包括经济方面 包括心里面的天老 那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时期 有很多事有想 有想要放弃 可是经过一天以后 也还是还想要继续来 我一直深信说 好的行业应该不会寂寞才对 在事业陷入困境 资金周转不灵之际 太太初淑珍变卖所有值钱的嫁妆 帮助她动过难关 你想想看 我们堵囊十六个兄弟姐妹 我太太她要教阿姑 她们都是跟她添加装 都是手环 我记得手环是从这里带到这里的 都卖掉 都卖掉 因为真的是快撑不下去了 能卖的就卖 能借的就借 虽然内心很煎猴 但一路以来 父亲两始终坚信 自己是做对的事 我一直很相信我自己的品质 因为我真的是就是很天然 然后我也不惜就是用飞机改的 我知道我自己做了一个很棒的产品 那我相信这是可以 日后是可以叫人看见的 几次食安风暴 让消费者看见飞机改斗制品的价值 活到多年 事业终于迎来转机 转亏为盈 原本是家庭制工厂 陈胜泉更进一步购地拓厂 还取得有机认证 大致甘蔗的 以前的辛苦都值得了 也就是说我要感谢 当然是感谢我的太太 一直以来就她陪着我 从人生的低谷 然后的支持 虽然虽然尝尽苦头 一直坚持下来 才有今天的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存在 随着有机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 现在陈胜泉的产品迈进各大有机通路 我们家的豆浆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浓度非常高 那再加上我们就不会想要增加消泡剂 那就会变成说我们有遇到一个问题是 豆浆的表面很容易有非常多的泡沫 生产部的主管也是陈胜泉的女婿研艺成 两年前加入工厂学做豆腐豆浆 为了贯彻装填豆浆时不加消泡剂的做法 他们找了很多家厂商才找到适合的机器 这台机器它就是有设计 中间的管路它是能够抽真空的 那就让我们能够同时在灌浆以外 又能够保持里面的豆浆是不会有泡沫的 这一瓶瓶浓醇细致的豆浆 是有机通路的热卖商品 除了豆浆和常见的木棉豆腐 工厂也生产用手工冲浆 口感非常细致的卷豆腐 日户的功力那真的是亏然可破 所以我们才叫它卷豆腐 手卷的卷相当的细嫩 很有用氧段式油温炸得金黄的油洋 一般我们在拉面店就比较看到这种东西 用低温第一次让它稍微红刮一点点 再来用高温来让它一个最后的一个缩维的动作 甚至是用手工制作很高纲的豆腐丸子 就是说热豆腐跟木棉豆腐然后混合 然后经过我们的一次又一次的压扎 在师傅不断地粗糯 比干面粉做面包还累了 用料扎实丰富有吉祥意涵的福袋 也是用手工一个个包 现在已经很少有工厂愿意生产 其实它是有氧的一个延伸 而且我们的料是经过爆香拌炒的 然后这些芋头都是中间那个部分 最好吃的部分 香菇也都是台湾的特别贵 喜欢料理的秋树珍总有源源不绝的创意 就像原本没有用的豆干鞭 她不用现成卤包 自己调配中药材卤制 做成产品意外造成热卖 之前是用鞭炒的 我都炒到高尔夫球走 后来就想说那来试试看用卤的 其实这个卤汁的味道 试了很久试了很久 卤到咸香入味的豆干边 口感比豆干Q弹 让人越吃越刷取 一条接着一条 还有简单烹调的豆干丝 只要滚水煮三分钟 再淋上原味或焦麻酱汁就能食用 清爽西滑的口感有如面条般 美味又有饱足感 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先把豆腐下锅再加油 它就不会啪啪啪啪啪啪啪 加上大蒜 葱蛋 蒸淡 蒸添香气 再淋上酱油 煎到微焦的木棉豆腐 香气四溢 你看它是很有弹性的 它不彩不硬 很Q 焦香的红烧豆腐 吃得到豆腐的Q弹口感 软嫩的卷豆腐 加了豆浆 还能变化出豆花的充饮吃法 还有用料丰富的福袋 Q软的麻吉福袋 加上手工豆腐丸子 炸豆腐跟油羊 煮成满满一锅关东煮 在寻尝不过的豆腐 也能变化出一大桌美味料理 在有机豆制品领域耕耘多年 最近几年 陈胜泉也积极和农民器作 用国产有机黑豆 宣产黑豆浆 虽然成本高 虽然我们做国产杂粮 我们的毛利是相对的会降低 没有关系 跟台湾的农民站在一起 一直以来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 坚定信念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是支撑陈胜泉一直走下去的动力 因为他相信有机产业不会寂寞 他用成绩证明 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淳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